然後下面我就是要初步介紹滑鼠世界 就是有滑鼠移動跟點擊 然後這邊是滑鼠的移動 這一行是CSS的那個設置 就是我把我一個這裡有穿一個影像圖 一個影像的一個屬線東西 然後把它設定就是在絕對位置 凌凌的地方 然後在body這個地方 這是我的網頁的標頭叫做的圖片 這個先不用管它 然後這裡有個方權就是一個視線就是 我的EDX就是我要去取得我邊緣區X的座標 然後Y就是去取得邊緣區外的座標 然後我把我的影片那個影像 然後設置在我的EDX加10的地方 然後在EDX加16的地方 然後當我滑鼠去移動的話 我就會去執行這個方權的字解 就是圖圖 就是像這樣 就是我的圖片 然後它會隨著我的游標 然後就去移動 然後就是它 它離我滑鼠的那個範圍 就是我剛剛設的那個加10 還有加加16 然後就是滑鼠移動 就是因為後續我會 在教那個滑鼠的事件 日滑鼠的點擊跟移動 然後在Canvas裡面畫圖 所以我在這邊先稍微介紹一下滑鼠的移動 跟它的點擊自己 然後這邊是在講滑鼠的點擊事件 下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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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看實例好 可以像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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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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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滑鼠 有一個 就是 你滑鼠有移動的時候 它就會 它就會 跟著移動 有一個 就是 对他应该是像那个不断的在侦测这样的滑鼠 只要你那个电脑等于说等于那个等于说好一点的话 他就是不断的在侦测这个滑鼠的时间这样 那可能就是那你那个这个整个电脑的硬体 还有这个等于说浏览器的平台 他们反应的速度这样子不断的在侦测这样 会会会好CPU这样 其实我们那个那一张图会 可能那个这个等于说我们这一边的这些都会 我们好像上礼拜有讲过 讲到哇有没有 我们上礼拜有讲那个等于说事件 好像之前有讲过这个等于说 稍微讲事件 这个是等于说 这个是event driven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 就是我们再强调一次 就是说一般的城市传统我们写的城市 这个PPT的话 他都是执行一个电脑软体 可是这个软体的话 他通常就停在这一边 在侦测一些事件 可能是滑鼠的事件 那可能是那个键盘的事件 跟着在做反应这样 所以这一些东西就是在目前的像 微软的作业系统或Mac的作业系统 甚至同学手机的作业系统里面 都有这样的概念 那底层就一直在侦测这一些 你的滑鼠哪一些动作 那你的键盘哪一些动作 甚至在手机里面 你这样滑来滑去 这个都是产生相关的事件 只是说这个事件 有哪一个城市负责 他就会再做一些判断 比如说在这边 在浏览器里面的话 他就底层 每一个浏览器就有这一些 抓这一些事件的这个功能 这样子 那这个会 都会耗CPU这样子 这边每一个都会这样 就是应该这样子想 就你开了很多软体 每一个软体 现在几乎绝大部分 都是这个 Event Driven的这个东西 所以你开了很多这个 这个软体 或你开了 在浏览器里面 开了很多网页 他就会很耗这个CPU 这样子 也是这样的状况 好 抱歉 有一点打断 那个语如再继续介绍 然后今天就是 他真策划 你按了哪一键 然后就想说 如果你点了你的 左键的话 像我刚讲的左键 他就会去争处你点了 你的花束的那个键 然后右键的话 然后 中间 就是那个滚的那个键 给下去 他会印出说 你点了花束 这也是花束世界里面的 一个点击的那个世界 然后下面好像就是 让他们自己去体验花束的世界 是他们之前有上过吗 这边真的还可以好好体验一下 那个因为这边的东西 其实是不难 可能这个东西就是说 跟 假如同学有学过程式的话 跟目前的程式 其实是不太一样 那就是 等于说事件导向的 或event driven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东西 可能就是说 就是有这些程式吗 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你那个 那个 帽子托拉那一个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范例 同学可以看看 可不可以 看那个程式改变一下图这样 比如说你那个是 现在是那个什么 皮卡丘吗 还是什么东西 你拿一个 拿一个图 好 你可不可以demo一下 改一下图这样 同学挑战一下 我想它可不可以改图这样的 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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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好 好 OK,這樣也很快就改好了 OK,這樣很不錯這樣 這樣可以嗎?同學可以練習一下 我們可能這樣上到現在差不多50分鐘 我們差不多要休息一下 後面還有嗎? 沒了,沒了 我們可能先同學練習一下 我們可能11點的話我們要討論 我們有一個參訪在高雄 我們也跟在座好像有幾個 是那個余世成嗎? 還有那個拓海同仁是長榮同學嗎? 我忘記名字這樣是不是? 長榮中學的同學 拓海同仁這個 是嗎? 我們可能11點繼續討論 可能要去參訪的一些時程安排 好,那這樣我們先休息一下